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路向南 影片讲述了在漫长的夜晚 一处荒芜人烟的沙漠公路上发生的五个相连的恐怖故事 电影开始,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两个亡命之徒杰克和米奇 开着车在沙漠公路上逃离,两个人脸上都带着血 他们开车来到一所加油站,告诉女孩加油 女孩提醒他们,店铺已经关门了 但是看着杰克脸上的血迹,默不作声为他们加了油 杰克在洗手间遭遇莫名怪物的袭击 他惊恐地提醒米奇离开 女孩在身后喊,你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果真,杰克开车总是开回同一个地方,加油站 米奇也看到了周围的怪物,骷髅 他下车,杰克追出来,命令他回到车上 米奇说他们要完了,杰克不相信命运 他独自一人回到车上,两个骷髅前后夹击 杰克刚回到座位上,就被一个骷髅拉下车 骷髅用手撕裂了杰克的嘴巴,他倒地身亡 另一个骷髅像是引导着米奇来到一间房间 米奇进去后突然看到了女儿凯瑟琳的身影 他拼命的追,却始终抓不住凯瑟琳 镜头慢慢移动,这是一个隐藏在角落的骷髅出现了 第二个故事,三个爵士月女孩从房间里醒来 领头的一个女孩提醒他们该走了 他们一路向南开,路途上车胎突然爆了 三个人正站着一筹莫展时 领头的女孩看到一辆车,开车的是一对夫妻 丈夫戴尔提带他们去家里,被领头女孩拒绝 另外两个女孩金和艾娃不想再等下去 于是拿了行李上了他们的车 领头女孩无奈只能和他们一起 到了家里,女主人贝蒂对他们说 关于亚历克斯的事,很抱歉 领头女孩听到很疑惑诧异 晚餐贝蒂邀请了肯辛顿一家 他们做了很诡异的餐前祷告 并带来了两个动作几乎一致的双胞胎 贝蒂做了黑乎乎的肉 领头的女孩告诉他们他不吃肉 结束晚餐后 不明液体,领头女孩连忙去找了贝蒂和肯辛顿一家 贝蒂给他们吃了药并喝了类似牛奶的东西 这时金和艾娃的动作也已经几乎一致了 领头女孩提议离开被他们拒绝 于是领头女孩独自离开了 正巧他看到贝蒂一家和肯辛顿一家正在做神秘的邪教仪式 而金和艾娃就在仪式上 他们在金和艾娃的额头上涂抹了黑色的东西 一会就被吸收 同时金和艾娃的眼神变得邪恶空洞起来 第三个故事,领头女孩慌忙逃离 在路上一个叫卢卡斯的男人开车不小心撞了他 卢卡斯给911打了电话 911为他转到医疗急救席 按照指示送女孩到了医院 并为领头女孩做复卫工作 然而却给了女孩致命的伤害 领头女孩不一会就失去了呼吸 绝望的卢卡斯试图从医院出去 门被锁上 他疯狂的撞击着门 卢卡斯绝望的坐下来 电话里面的人又开始指示着他 他只能相信 卢卡斯心惊胆战的问 电话里面的人回答 是的,镜头跟随着车子 来到第一个故事中的加油站 第四个故事 接完电话的女人来到酒吧 这时,一个拿枪的男人丹妮闯了进来 他要找自己的妹妹杰西 他身后的大胡子偷偷伸出了自己的长指甲 就像怪物一样长且坚硬 他狠狠地挠了丹妮的后背 丹妮转身用枪打掉了大胡子的手 拿枪逼迫着另一个男人带他去见杰西 丹妮见到杰西,要求他跟自己走 杰西不愿意 杰西告诉丹妮父母就是他杀的 就在这时,几个怪物把丹抓下车 杰西开车离开 只听到一声长长的惨叫 第五个故事 杰西回到加油站 见到一个女孩正盯着他看 女孩和父母交谈几句之后 一家三口就回了家 从谈话中得知一家三口来这里度假 而他们应该是有钱人 突然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闯进他们家中想要抢劫 父亲带领妻子女儿藏了起来 但还是被他们看到 一个劫匪捂死了男人的妻子凯特 女儿从一边逃脱 在劫匪出门时用刀捅了他 另一个绑匪突然动容 放走了他 但女儿最终回来想要复仇 被劫匪捅死 劫匪摘掉了面具 原来他们就是杰克和米奇 就在他们想要离开时 地面裂开 出现了一群骷髅 抓走了叫谢恩的劫匪 杰克和米奇开车狂奔 一路向南 全篇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 杰克和米奇就来到了第一个故事 其实他们所有人早已经被困在 这个出不去 一直在循环的地方了 五个故事环环相扣 在这条荒芜的公路上 上演着循环的故事 通知名 signs 自然如此 偷述 踢住